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扮十分低调 画面中的他与官兵一同搬用物资 看起来风尘仆仆 作为明星能去一线支援已经非常难得 更令人惊讶的是霍建华竟然做好事不留名 据另一知情人士透霍 霍建华此次现身问穿 是特意来为灾区小朋友送书包文具的 为了低调形势 霍建华只说自己是北京来的霍先生 一点也没有打算张扬的意思 不仅如此 霍建华从问穿回来之后 就第一时间在官网上留下了自己清零灾区的心得体会 文中他不仅表达了对灾区工作人员的崇高敬意 还反思了自己从前太吝啬付出爱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真情实感惹人泪目 虽然在外人看来 霍建华的一举十分令人感动 但他本人却曾这样说过 我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 不值一提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不是艺人 如此低调又如此清醒 霍建华时隔十三年才曝光的爱国一举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大家纷纷称他人美心善 三观正 是明星中的好榜样 其实除了霍建华 不少明星当年也曾清零灾区 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 5月12号 演员黄毅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顾了 当年清零汶川的所见所闻 黄毅称 在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 他就清零四川棉柱重灾区 切身体会了一次生命无常 回到北京之后 黄毅就成立了异动基金 到今天为止 已经捐了14座操场 为地震中受灾的孩子们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此外 不少明星也曾清零灾区 现场参与救援 周迅为了不引起注意 早上6点就跟着灾民一起进山采摘木耳 还包了几千个粽子发给灾民 事事清理轻微 好无架子 为了帮助灾区中的产妇 周迅还特意地给张学友打了电话 对方有奶粉代言栽生 很快筹集到了60件奶粉 硬汉无精不仅和官兵一起吃住 一同扛包救灾 还在地震当中领养了两个孩子 崇荣善行引人泪目 已是的老戏骨梦达 除了拿出满满的一码带现金用来捐款 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抗震救灾当中 如同邻家爷爷一样照顾灾民 说起娱乐圈的好人好事 当然不能忘了永远冲在公益第一线的韩红 他不但是娱乐圈第一个向汶川地震 捐款的明星 还曾积极地参与到各个抗震救灾活动当中 几乎走遍了四川的每一寸土地 明星除了通过捐款方式 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歌坛天王周杰伦 还特意创作了歌曲道箱 以期给灾后的人们带来精神抚慰 因为他本人太过低调 直到今天这个显为人知的冷知识才浮出水面 13年前的一场灾难将所有中华儿女拧成一股绳 愿涅槃重生的皇下大帝从此江山无恙 岁月静好 提起霍建华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2003年霍建华参演了两部青春爱情偶像剧 一部是海豚恋人 一部是千金百分百 正是这两部作品让其改变了演艺生涯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海豚恋人中 霍建华饰演的二号 虽说不是主角 但也是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迎来了他成名的时刻 在千金百分百时 霍建华又再一次和女主陈乔恩传说了绯闻 被媒体拍到了两人一起逛街 甚至有不少的亲密行为 而在这绯闻传出后 不管是陈乔恩还是霍建华 都在事业上有所回落 毕竟他们都是刚出道的新人 在恋情上也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事业 虽说这段情缘被掐灭了 但在多年后也是重新被燃点起来了 而林心如也是如此 只因在再一次采访中 说对所有朋友好感 这样林志颖开始吃醋了 开始有了矛盾 以至于后面分道扬镳 再一次走进林心如世界的是导演唐记里 林心如刚是在公开场合 多次赞美唐记里 显得甜蜜十足 只是身先在低谷时期的霍建华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度付出 好在大老杨登奎的帮助 这才让霍建华凭借天下第一的侠客 归海一刀 再度进入大众事业 甚至还进入到了内地 但是在这部作品中 霍建华和夜选的吻戏 似乎吻出了真情 只是因为两人的聚少离多 这有额还没有念完 便另寻他人了 而且在一部电影中 霍建华和已经步入到中年的 香香第一美人 关正林上有一番戏 那风雨十足的关正林 让霍建华一时痴迷不已 甚至还被传出了姐弟恋 引起了轩然大波 让无数人都为之肉异 或许他们纠差一个球的距离 时间来到2006年 霍建华终于和林心如相遇了 在电视剧《地下铁》中相识 但那个时候的霍建华呀 似乎对面对这朵鲜花看不见 也或许是因为林心如当时的男友 还是唐记里吧 这锄头还是不够坚硬 而且老人在拍摄吻戏的时候 也是足足拍摄了整整七个小时 虽然说很为尴尬 但也是为日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况且在这期间 霍建华的事业也是步入到正轨 虽说有不少的戏拍 但仍旧没能挤身到一线明星的行列 直到迎来了《仙剑奇侠》转三 霍建华才在两岸三地红极一时 更是在胡歌展开了一段激情之旅 更是开启了古装男神的道路 在霍建华大火之时 林心如也是和导演唐记里分道扬镳 慢慢的霍建华还和张兴宇 也是被爆出了画编新闻 对于和张兴宇的绯闻 霍建华的一贯作风 那就是否认 便不了了之 直到2011年 35岁的林心如首次担任制作人 对于轻视黄飞 也是煞费苦心 在演员方面上 也是经过轻挑戏选 最后呢 觉得霍建华饰演的2号 刘连城很为何事 但大火后的霍建华 几乎在很多席中 都是男主的存在 对于这男2号呢 霍建华也是不想接 但林心如却三顾茅庐的邀约 甚至还用上了美人计 慢慢的才让霍建华心软 答应下来 谁知 就是在这一来二去中 两人竟然成争了 而这段姐弟恋呢 也是迎来了电视剧的成功 真可谓是事业和爱求双丰收呀 和林心如相恋期间 霍建华也是传出了不少的绯闻 比如被媒体报道 和叶玄在横店牵手等等 但好在后面都不了了之 在2015年的时候 林心如和霍建华携手 步入到了婚姻的殿堂 随之便生下了女儿 而霍建华也是化身成为了女儿奴 也许霍建华在年轻的时候 是一朵鲜亮的白莲花 但最终也是喜敬千华 成为了一个好男人 感谢观看